鉴定一下网络这边生活视频 这个博主说在窗户外边的这只是一个螳螂 明显不是 这个是鹿中亚科的 你可以称它为某种鹿中 那最有可能的就是最常见的叫普通调中 又叫日本调中 在全国各地的绿化带什么的地方都很常见 尤其秋天你可以听到路边的这个草里边到晚上就会有那种声音 就是 这种声就是它在叫 这只不会叫 因为它尾部有弯月一样的产卵气 所以是一只母的 狐乌旧 它那个嘴边上有两瓶小黑胡 从中国一直到欧洲都有 它特别爱吃骨头 小骨头就直接吞 我见过它拉出来的那个东西 就是一堆白的骨头渣 大骨头呢 它就会叼着到天空中再往地上砸 就我所知一些科学工作者在野外就会碰到胡乌旧 叼着那个骨头往他们脑袋上砸 拿他们当大石头了 国家在南边长鸟头能捕鱼 那就是企鹅 这种过度解读山海经的号我本来很气愤 结果看评论里边有人还跟他杠 说你怎么知道山海经说的是地球 就不能是外星人吗 我立马就轻松了 有的是人治他 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看这冲多黑啊 看不 确实冲 这个新闻说是飞鹅 画面呢拍的非常的不清楚 说是在南洋市的集滩大桥上 只有晚上才出现 你瞧这个画质 跟开演唱会似的 根本就看不清楚 但是据我的经验判断这个不是鹅子 是浮游 既浮游于天地的那浮游 第一像我们研究虫子的时间长了 都会看气质 这个气质就不像鹅子 像浮游 第二它叶里边聚集在河面上的大桥上 这也是浮游的特点 它们成虫寿命非常短 所以它们要集体同时羽化 这样它们互相能碰上面 能繁殖 它们小时候又生活在水里 所以它们从桥底下那河里边羽化出来 飞到桥上来这个昏飞 我们叫昏飞 这是我在云南拍到的浮游昏飞 也是在一个桥上 你看这个气质是不是非常像 那些黄色的是它产的卵 按理说这卵应该产到水里 但是浮游身体很弱 一阵风就给吹在地上起不来了 这卵就产在地上了 而且有的新闻报道 当地居民从未见过这种东西 给人感觉好像非同寻常 要出大灾了 其实就是那记者采访的 那几个居民没见过 有的媒体又问了几个居民 人家说见过 今年这时候都有 今年前一段时间还有过一次的 所以说很正常的现象 浮游它就是多 但是没有危害 繁殖完了就死 鸟跟鱼高兴了 玩命吃 对人无害的 这是集滩大小底下的河 可能也大致是最近涨水 从上游冲下来一些浮游的质虫 导致它比较多一些 顺便说一下 最近很火的这个视频 就是浮游的质虫 身体上雇佣的那两溜 是它的塞 也是被人从水里捞上来了 所以爬得比较费劲 浮游质虫的寿命还是挺长的 能活一到数年 外地人一看 但是人工两字没看清楚 我这外地人怎么看的是松耸 这根本就不是松茸 叫大球盖菇 是人工种植的 一直用来冒充松茸 商贩叫它赤松茸 鸡松茸 甚至直接就叫松茸 这个大球盖菇 它的散和饼 颜色界限非常明显 而且散底下经常有一圈 小碎块的边 松茸就是散和饼的颜色 区分界限没有那么明显 也没有那圈碎边 而且它这种落汤鸡式的脏劲 也是大球盖菇模仿不了的 你的野山葱 你们总是评论说 是谁家种的 来 是不是长在盐壁中 是不是长在这种壁缝中 哎呀 不好拔 有人说我拔的野山葱 是咱们人种的 今天我带你看一下 这个大石头缝上 有野山葱 谁没事干过来 种几棵野山葱呢 对吧 这是野生的山葱 看看和多肉在一起 这个杆杆是去年 没有人去挖它 去拔它 所以说干枯了的杆杆 咱们薅下来一根 看一看到底是不是野的 这个斗主在新疆 隔三差五就去山上 薅这个野山葱 然后评论里全在说 这个不可能是野的 肯定是你撒的种子 我跟大家说这东西还真是野的 你看它有这么一个特点 看到没有 这个抽苔的地方是石芯的 没有抽苔的地方是空芯的 所谓苔就是它的花亭 它花亭是石芯的 所以这种葱是新疆的一种野生的 叫石亭葱 长在野外就是这个样子的 看上去很像咱们种的大葱 而且生长环境就是山坡石份 所以这个斗主没有骗人 但是它隔三差五就拔一筐回去 我不太提倡 虽然这东西不是保护植物 但是也是在中国只有新疆才有的 当地人少量采些吃也就得了 还是不要太宣传挖它食用 有人说这是不是藕上面插了含羞草叶子呀 还真不是 这种就叫水含羞草 它的茎里边像海绵一样的结构 可以飘在水面上 在东南亚有人就种在大水盆里边养着玩 它的叶子还能吃 泰国叫甲策菜 有机会可以尝一尝 这是非洲的鹰猴 我去肯尼亚的时候 那旅馆在坛上放点水果 夜里边这玩意就来了 你大眼睛就适应夜行生活的 这是一类非洲的猴 之前中国的学者要给它起个名字 翻康熙字典发现有个字叫户 说的是一种像猴但尾巴长的动物 不正好符合这种动物吗 就管这个东西叫户 粗尾户 这户那户的 但是这字就太生品 好多字库里都打不出来 所以现在就改叫鹰猴比较多 因为它的叫声像鹰儿一样 鹰猴颗里有好多种 基本都是长这样的 视频里那个是这种 叫棚尾鹰猴 国内不能养啊 别想了 最近全在问我什么是四庙草 这个声音是来自一段新闻 记者采访的是一个兰花参展商 他说的是一个天价兰花 说是四苗草 国兰是论苗算钱的 像我这盆 这叫一苗 我这一盆是两苗 新闻里那一盆是四苗 他那种兰花炒作价格很高 我这种便宜啊 我这一苗才40块钱 那段音频里的价格 大伙听着太离谱 就被网友到处配着玩 他这一竹子十秒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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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港海 哎这是什么 在洞 是我的脚 水猴子时间 说说你们可能不信他吗 死于正口 今天的水猴子虽然没出现 但是钓鱼圈里流传着他的好人好事 有些钓鱼人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叫死于正口收杆就走 就是有时候你会钓上来一条死鱼 但是又是嘴咬钩的 说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要赶快离开 因为这鱼是水猴子在水底下给你挂上去的 就警告你赶紧走 要不然过一会儿水猴子就把自己挂上去 他图什么呀 或者说过一会儿就把你拉到河里去做他替身 他就可以投胎了 网上还有很多人讲的煞有介事的 所谓的自己家亲戚遇到的死鱼正口灵异故事 有网友看了都不敢睡觉 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这故事我一晚上能编三万六千段 我认为死鱼正口很简单 那水里什么玩意儿都有 那个钩很容易就钓起来各种杂物 钓鱼的人经常自嘲嘛 说除了鱼钓不上来什么都能钓上来 那这些东西难道都是水猴子给你挂上去的 水猴子学雷锋呢 死鱼跟这些杂物没有任何区别 挂在身上你不会觉得有什么 挂在嘴上你就觉得诡异了 其实都一样 但是为了严谨起见 我还是请教了一个钓鱼界的权威人士 天元邓刚老师 人家讲的比较全面 这个死鱼正口这个事情呢 我是没碰到过 但是呢它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由于它这个密度太大 加上水质也不太好 然后它就会缺氧 有的呢就死了 有的呢还没有死 但是呢还已经是口很轻很轻 你如果用特别细的线 特别细的勾 很小的耳 它有的时候它就靠自然呼吸 它也会吸进去 它也被钓上来 但是它钓上来以后几乎不动 虽然是活的 但是它完全不振扎 这种鱼 我们钓鱼的人也会说 这是死鱼正口 当然也有一种情况 就是由于密度太大 有可能你抛的时候 没任何信号你一样干 正好种一个鱼 就是下面躺着死的那个 正好就掉在嘴里 不小心把它挂上来 然后这个鱼就跟你说的一样 就跟你平常在下面 挂个什么鞋子挂个袜子 就是说死鱼正口 绝对不存在说这个鱼死了 还会去吃这个耳 这个不存在的 而且死鱼也不会全浮在水面上 很多死鱼是会沉底的 底下的确有很多死的 有死的 所以这个死的偶尔被挂上来 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还真的挂上嘴 这也有 只是我没有碰到而已 感谢邓老师讲解 希望邓老师下回钓一水猴子上来 别让它跟底下挂鱼了 后累的 再回展过一波视频 再给大家见见网络这边称呼